他怎么不攻击呢 人家明白人跟讲 你不了解 狼的组织性记得起 狼群里头呢 领头是头狼 他必须为整个狼群过冬负责任 你不能光他这个能抓着羊的吃饱得了 还有老是病残的 狼里面有老是病残的 还有小狼呢 你得管一冬的伙食 头狼的想法是 这一冬的粮食我都得预备穿 所以他七只不带小影 他最少这一下子得嫩住 几百只上千只 五十头狼怎么弄几百只上千只 在这观察了有三个多小时 没东西 羊在这吃草 狼在这看 一看这羊呢 在这吃草了 他等着 因为他上次抓也抓不住 羊比他跑得快多了 吃完草再看他喝水也被弄 他就吃完草吃饱了 你也盯不着他 然后这黄羊呢 吃饱了喝得了 找一个被封的地方 草厚的地方躺着准备休息 说这时候你上去吧 这时候狼有清晰判断 那也不上 为什么 这个羊在睡觉的时候 你看身着睡了 眼睛和耳朵可拎着呢 随时有动静 他只要起来跑来 狼永远不想睡 所以狼还能等 等什么呢 我能等你一宿 我就离你不耳朵趴着就不动 因为这个黄羊呢 他不喝了水了吗 到将近天亮的时候 这个水就会转化成尿 这个时候 他还没等撒尿呢 到天亮的时候 狼上去抓住 什么 因为这个黄羊啊 他这尿这时候没撒出来 没撒出来 在他那尿泡里呢 就越鼓越大 而带着这个尿泡跑啊 这黄羊跑不多远 这尿泡一颠入一颠碎了 一颠碎了 黄羊后腿抽筋 好不远就被狼抓住了 所以狼就能这么等你几天 到一看你 草也吃了 水也喝了 要到天亮了 他赶这时候才抓你 万一等黄羊把这尿杀出 轻爪上阵 他又追不上了 就看山顶上 这个头狼 发出一声嘀叫 三个山头狼 这时候这些羊 正处于天蒙蒙亮 要起来 要撒尿的时候 狼突然冲出来 措手不及 有个地牙吓着吃 咬会有什么 开始四散逃脱 这时候狼上来了 开始咬 这只直接得围到里头了 有一个奇怪现象发生 咬死了 不吃 就把他扔着 接着咬下一个 这就是狼的纪律性 虽然这些狼也鸡藏碌碌 可是他要用这个时间 咬死一个鸽 再咬下一个 为啥 不光自个吃 还要给族里的其他老肉 病残狼来吃 你看这个多高的纪律性 当时这些战士的纳门 怎么他为什么三面山头围着 放一面呢 所以这时候 头羊总得上一点 呼啦啦 都问那个 往开那一面跑 跑着跑着 那头羊在头来 从那找 怎么着 下的是个鸽 鸽下是个大雪鸽 这雪深都有半米到一米 说白了 这是个活坟地 然后只要下去 跑不动了 下在雪里头 然后就给冻死 这个地方 是狼手有意为 三面围你 让你羊往这里 站在这里 你不动 所以你个里动不了了 所以头羊跑在这 也意识到了 这是狼群给摄着这些线 怎么办 这个头羊也很镇定 一到头 领着一群羊 把这个羊脚往前顶 往处冲 选狼群最多的地方 又往处闯 这个时候 你这羊多狼少 要真这么冲 两脚就上 这头狼也喊叫了一声 让这狼群撤退 把这个头羊领着 这些精锐部队让开 就能有几百只羊跑来 到北围 剩下这些羊 被狼一追没办法 扑通扑通扑通 都跳到全阁 全军冲 就剩下这一千多只羊 调里头都冲 这时候 头狼再喊一声 表示战场打扫完 前后大高 也就是一二分 一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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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惊惊的 打了一场戒战 然后这些狼再回到前面 摇死那些 黄羊的尸体边上 大摆果硬 一通吃 然后把剩下的食物 给这个旁边的小狼啊 还有后边那些老狼的病的 他们吃 所以你看这个狼 等于在围猎技巧上 和这个对于食物 这种综合分配上 从长远角度考虑上 狼是非常有既往 所以这时候呢 有好多咱们说人类 学习狼这种围猎作风 你看成吉思汉 当年他的这个蒙古铁骑军团呢 在草原上 经常和狼打交道 他们就学习了狼 很多围猎的方式 就是成吉思汉的这个 这得叫儿子拖雷 拖雷在跟金国的大兵 对峙的时候 当时他就是三万人吧 金国有二十万 这个拖雷就能等 等到大雪昏山 他们都准备好防冻的一些东西了 金兵猝不及防 被冻伤了大半 然后一股全天 一下子蒙古国 当时捏了金国 那么这段历史呢 其实也说明 当时蒙古军队 从狼的这种围猎的忍耐性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恶狼重现山村 经营全力搜索 一匹狼 挑动了多少人的神经 狼的纪律和耐心 究竟如何形成 桀骜不驯的苍狼 又是如何被人类驯化 狼子野心 狼背为奸的成语 又因何而来 老梁观世界 狼来浪 咱们都说狼子野心 狼行狗飞 没什么好词 你看三国里头 曹操 看自己儿子曹丕 跟司马懿 司马仲打 走得挺近 他还跟自己儿子提出警告 说你可别接近司马懿 你要记住 永远 要放着他 怎么呢 司马懿 英式狼顾 久必成心腹之患 什么叫英式狼顾 说司马懿那眼睛看谁 跟老鹰看 喝毒 狼顾是什么呢 顾就回头啊 这狼往前跑的时候 能把头转过来往后看 而杯数不减 说司马懿就能 因为司马懿下潮了 曹操在后面喊 中达留步 司马懿还能往前走 脑袋往后看 前面走 不停下来 说这人都狠啊 狼鹰一般的 所以司马懿 鹰是狼顾 久必成心腹之患 你看这个狼 有组织有纪律 也是有自己 绝对的独立能力能生存 可是现在为止 这个人太厉害了 啥动都怕人 有动学家跟我讲 说为什么东北湖 你去你永远在 山林里见不着 不是没有野生老虎 有 这老虎都有遗传基因 你甭说扛着 猎枪进去 你扛个棒进去 老虎多眼看 你下来都跑 它基因里有这个 这人咱斗不过 太厉害了 狼也是如此 最明显的例子 咱们现在 这么去家人养狗 狗从哪来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狗 都是大概 一万五千年前 从东亚的狼群 进化过来的 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它的祖先是狼 这已经成为 很多人的共识 然而狗最早 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被人类成功 驯化的 这却是一个 很伤脑筋的问题 为了搞清楚 狗的起源 科学家们 对来自世界各地的 六百五十四只狗 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它们的 线粒体DNA 数据表明 东亚地区的狗 基因类型最丰富 有学者据此认为 今天所有的狗 都起源于东亚狗 这很可能是因为 东亚的灰狼 体型更小 更容易被驯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 张亚平教授 通过进一步研究 狗线粒体DNA的分子 中发现 狗大约是在 1.6万年以前 就被人类驯化 并且中国的南方 就是狗的最早起源地 不过 无论狗起源于何地 有一点非常清楚 它们很快就赢得了人心 并蔓延到整个地球 美洲科学家们的研究 就表明 大约1.2万 至1.4万年前 当人类穿越白令海峡 首次进入美洲时 它们一定是带着狗同行的 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 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喜好 对狗的繁殖 加以选择和杂交 因此狗的品种越来越繁多 并且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人类在狗的进化链条上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类把狼抓住 驯化 或者把小狼咋咬大 一点点驯化 变成了现在的狗 其实你会发现 咱们人类很喜欢狗 并不怎么喜欢狼 狼有野性 在自然界有生存的能力 能力大 狗就不一样了 狗即使不能像狼 那么敏锐的捕食 没有那么大能力 但人喂它 它有口饭吃 所以说狼是靠自个活命的 狗是靠什么活命的 有一半是靠人 所以你看这就是狼 进化成狗之后 最大的一个区分 当然了 我们可能会赞美 自然界中的狼 赞美它了不起 它的组织性 纪律性 它的忍耐 它的飘瀚 可是如果人说 这个人身身有狼性 那一定是 对这个环境产生一些威胁 那边要具备的那种狼性 往往极为不讨人喜欢 有些恶人呢 总有才生存下去的 看